為什麼過去一直到現在 就是說蘇貞昌他的這個 打逆事態會越來越往上 因為我覺得他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有過去的這個針見做保證 然後他又提出願景 我舉例來說 我們這這十幾年 在這個新北市這八年 包括周錫瑋前面執政 這十幾年來 其實我們一直期待就是說 新北市有一個 快轉一時間的感覺 可是我們現在期待到 這個黃金博物館 陶瓷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 通通都還是 老縣長蘇貞昌做的 其實我們這十幾年來 我們一直期待什麼 新北市要有一個美術館 美術館根本等不到啊 搞半天 就是到現在都還沒有 塵埃落定 我們關一個是國家級的說什麼 電影院 電影資料博物館也沒有 到現在也 他的結束到哪裡了 到現在都一場空 到現在都一場空 還是空空 我再跟大家講 板橋車站旁邊那一塊 那麼大的精華區 跟我們說要蓋 這個大台北表演中心 要比照這個國家歌劇院的 這樣的一個規格 結果十幾年過去了 到現在上面還是停摩托車 全台灣最貴的摩托車廠 就在那個地方 相同時期規劃的 高雄的衛舞營 現在人家下個月 風風光光要開幕了 非常的讓這個高雄人引以為傲 那我們的博物館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蘇貞昌這次 他一直打印四牌有效 因為過去我做了一個博物館 可是這十幾年來 這個新北市沒有做 好 那他現在又在板橋提出一個 要蓋一個親子體驗博物館 就在這個板橋車站旁邊 這塊精華替代 讓小朋友跟這個大人 可以去裡面 遇教餘樂 生一天都沒想要出來 生一天都沒想要出來 生一天大漢淋漓 可是又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那我覺得 你有過去的這些經驗值做保證 那大家會相信你 好 那現在 侯友宜的這個戰法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打什麼 譬如說他今天講說 假設他那個諷刺的漫畫說 蘇貞昌 你的這個生命值很少 你看我這麼強 很旺盛 他說如果你這麼強的話 你為什麼不敢接受挑戰 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辯論 你都不敢 你知道嗎 這個 你不信你去調侯友宜 他每一次接受記者訪問 他一定有一句話 蘇貞昌 蘇老現場 你要講清楚 講什麼你知道嗎 聲號電子 其實蘇貞昌已經講得很清楚 而且他從來不迴避 他從來不迴避這個議題 但是你老是說 你要講清楚 好 講清楚 那很簡單 就大家辯論場合來講清楚 你不用透過媒體 你公開可以質疑他 一針見取 他講給情緒 他還沒了 他還沒了 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你今天要求對手講清楚 對手都跟你講說 我們就上辯論台 我們來講清楚 你又說不要 但我覺得這個心態 其實是迴避 我認為在民主國家裡面 就是說這種大型的 一對一的選舉 我覺得舉辦一個民主公開 透明的一個辯論賽 這個辯論會 我覺得是對選民的一個尊重 坦白講這個也不是說 哪一個黨派 這個對哪一個黨派優劣 或是誰的口才壞 我認為至少最基本有一場 更換我對一萬步來講 我今天如果是現任的職任者 我有這麼多的職任優勢 我有這麼多的政績 我應該是希望趕快來編論 因為你對手 你過去是老冠長 這幾年來我做得比你好 應該是有這樣的信心才對 可是你可以發現 侯友宜 他連這樣的一個信心都沒有 所以我再反過來看說 他競選總部弄那個 那個諷刺的那個漫畫 弄那麼大篇 你的生命值那麼旺盛 請問你到底旺盛在哪裡 我是很大的質疑 難道你那個旺盛是旺盛在說 我文化大學有99間 隔出來的這個套房 一間都不用講防護稅嗎 你的生命值是用在這個地方嗎 所以我呼籲侯友宜 你不要再閃避 你也不要再躲 七八成的民眾都希望 新北市一定要有一場 公開透明的一個辯論賽 我覺得你再迴避下去 會讓人家看破手腳 我看起來蘇貞昌是很積極的 希望能夠正面的去贏戰 所以包含到這個要辦辯論會 包含到他希望有很多事情 就是候選人對候選人之間 因為你畢竟是兩個人要接受一年 那你看得出來 虎友宜在這一塊 他是完完全全不想跟蘇貞昌對待 即使你是辯論會他也不要 那你說頂多就是什麼發表 或幹嘛 各講各的 沒有火花的那一種 那我覺得從選戰上面來看 我倒覺得這一次 蘇貞昌的做的這個 所謂的競選策略 走得比較陽光一點 不是說陽光一點 就是說你光看他的 他的這個訴求 比如說他做這個親子區 做什麼 那個其實讓人家是 感覺是比較溫馨的 那投友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他的出身是來自於警戒 所以連這個文宣都要做的 好像也是喊打喊殺的這個味道 對 就是文宣都要做得很殺 很殺戮之氣 就是我們一般像那種東西 其實說實話 沒有人拿來做競選總部的看板 沒有人做背板的啦 通常那種就是說小文宣 我覺得侯友宜現在的做法 其實就是很多領先者 在民調領先者上面 會採取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不去跟你接觸 那我就避免減少錯誤 那我避免減少錯誤 我只要守成 如果就選情都很冷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就守住 我現在的這一塊魚 那反正要講幹嘛 我們就私下背後講 所以你可以看到侯友宜 很驕傲的站在那個背板上面 前面然後這樣子插藥 好像很... 他這裡還有跨槍 對 我跟你講 但是你其實看那個背板 你會覺得很殺 我講實話就是很殺戮 因為其實選戰 不是這個樣子的選法 大家還是真的希望看出來 是你到底證件提什麼 所以你剛剛提到 有個證件 其實我還滿有興趣的 就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其實蘇貞昌是一個挑戰者 侯友宜是一個 他要守成的人 雖然侯友宜是這一次 是第一次參選 但對不起 因為新北市在這一塊 過去是你國民黨在執政 你侯友宜也是副市長出來的 所以相對的來講 你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政見的部分 蘇貞昌是走在前面 也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挑戰 他必須做好更多的準備 告訴人家講說 我覺得你哪裡做不好 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那對於一個守成的 一個他其實我講說 就是侯友宜他現在這個狀態 是他要守住國民黨 在新北市的政權的狀態之下 他其實對於這些批評 是沒有回應的 他其實是沒有回應 你真的仔細看他的招 他的策略是他完全也不回應 就是你們怎麼批評我 我也無所謂 我用一個我也是一個挑戰者的身分 我也來跟大家挑戰 這個很怪 所以我就講說在這一次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對於支持國民黨的人 不見得在這裡面也願意熱衷出來 所以我覺得選戰沒有走到最後一刻 其實沒有人知道說 真正勝負會是怎麼樣 尤其以及新北這一塊 因為新北他的這個 整個的狀態有一些落差 我覺得像博文在板橋這邊 那你很多是這種所謂的新的 就是說比較年輕的 他有時候在乎跟重視 真的是你能不能打到他的心裡面 你說弄一個電玩專區 弄一個自己很高興在那邊打電動 然後弄一個看板 我贏了 我講說對年輕人來講 他不見得真的有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去打到 那個選民的心 你說五十幾天 雖然我們講說他已經很壓縮了 可是我不覺得說沒有 沒有一個機會在這個地方翻版 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一個選民的形態 我們真的希望看到的是 候選人跟候選人之間 哪一個證明自己更急啊 那這個才是一個好的方式 而不是互相考試 要考試人家太簡單 蘇貞昌明天會花一百幅 穿在身上到處跑 那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週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直到了週末版